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鎖定這個禮拜的TVBS娛樂頭條 我是秦琳謙 我們這個小時要為您鎖定在金鐘獎 那麼首先來看金鐘獎戲劇節目女主角獎 今年有此時此刻的賈靜雯跟郭雪芙雙雙入圍 這也是郭雪芙第一章的金鐘獎入圍門票 要迎戰早點回家的方又欣 她細膩揣摩藝人林嘉莉的人生故事 是第二度入圍金鐘事後 另外還有就是媽媽專業戶楊麗英跟楊貴妹 各自在華麗計程車行跟有生之年 再展老戲谷的精湛演技 你吃了嗎 是喔 這樣你還會有感覺嗎 這一句也說盡好多女人的心裡 楊貴妹隨後端出離婚協議書 口氣淡然卻透過眼神與肢體的細微動作 將一個女人決定離開奉獻大半輩子的家的心境 細膩詮釋 緊接戶外長達190秒不發抑鬱 更將委屈不捨等情緒凝結 被網友盛讚無聲盛有聲 那個許章仁導演真的是心臟很強耶 那一天去拍拍完以後 導演跟我說這段我不會剪掉喔 剪接師也看啦 我們一直覺得這個鏡頭我們不要再補了 結果我看播出真的是一鏡到底了 我的媽呀 充滿底蘊的演技說服劇組 更是每一秒都觸動觀眾內心 我自己在那場表演的時候 其實心理很複雜 就是走入婚姻 然後經過這麼多年 風風雨雨 現在放飛自我 那種心情是應該是喘一口氣吧 就我的責任已經了了 好多人喜歡那一個畫面 然後尤其是都是已婚的 都是已婚的來流 我好羨慕喔 我就是累了我想要休息 這樣不行嗎 不行嗎 在有生之年再展影后實力 楊貴妹眼活高媽媽陳麗英一角 倒進身為人妻人母的心酸 儘管飾演媽媽的經驗豐富 但楊貴妹總能賦予不同角色生命 有生之年她給出的關鍵字就是鬆 因為老公也在嘛 然後孩子其實都大了 小時候你看她什麼重 不小心我燒房子啦 或者是什麼打也打 罵也罵了 那這個媽媽是不是可以稍微鬆一點 不要小孩一發生什麼就 哇哇哇哇哇哇哇這樣子 其實不需要了 所以這個戲其實我自己最享受的是 就是我把我的表演的氛圍調得很鬆 就是每一次導演問我說 比如說其他的演員 因為可能有bug的問題 所以他們有調過 然後呢 我也在 我這場戲也在其中 可是他們調過對於我來說 都不是問題 劇中大兒子吳康仁也曾分享 與楊貴妹合作拍戲的心情 很舒服 常沒有依照腳本走 會伸出一些很生動自然的台詞 他們也沒有按照腳本走啊 就是很自然就像一家人 好像台詞也不是台詞了 是一種生活了 然後說什麼 老二其實是別人的小孩 其實我們眼著眼著也都忘了說 他是別人的小孩 所以有一天 他到了他要走了 對 就很壓力 已經沒有感覺在演 真實互動 難怪擄獲金鐘獎評審的心 曾奪金鐘事後的楊貴妹 今年四度角逐戲劇節目 女主角獎 要迎戰同樣是媽媽專業戶 也曾豐厚的楊麗英 今年在評華麗計程車行 改編自真人真事的董娘一角 三度入圍事後 他耳朵不好 所以他講話就很習慣很大聲 然後他又會去喬一些車行裡面 大大小小司機黑白兩道過來 一董娘他就是要運籌圍臥地去 面面俱到地把事情處理好 有溫度又有氣魄的一個女生 深刻描繪人物特點 楊麗英也加入自己的生活經驗 像是劇中首次掌握方向盤 將開車菜鳥學起步的感受 轉折真切詮釋 也展現女性在早期傳統家庭 受限人生方向盤的新生 我記得我本來不會開車 我所有的事情 我都不需要依賴我先生 帶我去這裡 帶我去那裡 我那時候碰到王悅 他就說 林 你要自己學開車 不然你沒有腳 後來他就把他的菜籃車 讓我去練習開車 然後你才知道說 當你有了腳以後 你的人生是不一樣 你不必什麼事情 都綁在人家身上 所以那個 看到這劇本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對啦 就是這種 就是這種 把心境發揮得淋漓盡致 還有當發現劇中 另一半沒有遵守約定 還淚飆罵 接著邊掉淚 邊拖行李箱離家 後來返家 發現勞工洗腎的 未膠帶和藥品 又心疼落淚 短短一集內 展現多種哭法 如何拿捏各種巧妙 楊麗茵有一套 番茄炒蛋哲學 儘管回憶車行拍攝現場沒有冷氣 只仰賴幾台電風扇 場一個鏡頭結束就得吸汗補妝 緊急把濕透的衣服吹乾 濕熱狀態考驗入戲 但楊麗茵仍將董娘演得活靈活現 我要報考戲劇戲 同樣挑戰有人物原型的還有方又欣 早點回家講述藝人 林嘉莉真實的生命故事 方又欣面對詮釋演員前輩的人生 從高中生演到闖心河 劇本前後扎實讀了五遍 我用了一個Excel 把嘉莉姐的階段跟場次 事前先把它處理完 因為我很有可能在一天內 可能要演16歲 然後下一場可能要演40歲 所以我可能需要留更多的心力在現場 留給現場然後留給導演 突然間覺得很有感覺 所以她可能想要動一下劇本 說一下台詞 由於林嘉莉雙親都是聽障人士 方又欣也在開拍前三個月勤練手語 除了要克服手語跟口語文法顛倒 這場要還原林嘉莉當年 大學壁志的戲中戲 演來更是讓她難忘 演那一段戲的時候 我已經情緒進去到 因為我是打刺腳 那個女主角是打刺腳 演完之後我才發現我的腳流血了 因為我被龔能安的皮鞋的那個底踩到 但當下我是沒有感覺的 觀眾的反應真的是好好喔 方又欣也林嘉莉本人劇中也有對手戲 緊張難免 但她說更多的是安全感 也助她第六度入圍 金鐘時候 她說其實我們在演的角色 如果真的是有這樣的人 演員的目的是要幫這個角色 心露力盡傳達給觀眾知道 所謂的像不像啦 肢體語言什麼的 她說我們不是模仿秀 那我自己來演就好啦 她就這樣講 很有道理 很感謝她就是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定心丸 你喜歡我嗎 不過想敲鐘 勁敵真的不少 曾以我們與二的距離稱後的賈靜雯 在此時此刻的真實故事改編 飾演戀愛實境秀的王牌製作人周立文 將工作上的強勢 及面對連下戀的心傷 好再來看的是金鐘是第五雄爭霸 互相傳謀的絲絲入扣 再度絲絲入扣 再度絲絲後 同居不同單元的郭雪芙 與站一個晚上化身對生活失望的 單親媽媽按摩師楊倩倩 傳謀時深刻投入角色的生命經驗 讓郭雪芙說演出過程 都有種求助我們的心酸感 也讓她成功拿到第一張金鐘獎 為門票 其名楊貴妹 楊麗英 賈靜雯 方又欣 在戲劇殿堂各展美麗 再來看的是金鐘是第五雄爭霸 吳康仁在有生之年 將高家月一角刻畫的 有血有肉第七度入圍 綜合演藝圈三十年的科淑源 也要以女兒大人加個LINE的 黑道大哥麗品講座 而美食無堅富夢博 則是第二度角逐戲劇節目 男主角獎 近來升格新手爸爸 他也開心分享金鐘獎 當天將從月子中心 來到參與盛會 另外曾敬華出道五年 要憑著不良執念青廚師 首戰金鐘勢地 還有港星劉俊謙 在此時此刻 眼活憨直的聽障外送員 也來勢洶洶 感情看事業雙雙卡關 吳康仁在有生之年 飾演高家長子高家月 儼然是一事無成的魯蛇代表 還打算登出這個世界 以自然夾雜的國台語 加上各種眼神與肢體 將角色裝作灑脫 或實則逞強刻畫的 有些柔肉 我自己覺得高家月 演得很開心 雖然很累 非常累 我記得我那時候 拍到後面的時候 我的身帶就出問題 因為高家月就是奔放 然後學許兆任 然後許兆任有時候 就是抱著聲 他就常常會 啊 加上當時長達半年 穿梭不同劇組 吳康仁坦言後期 身體出了點狀況 但對於演出 有生之年 仍感到開心值得 特別是導演許兆任 常成為他偷食對象 高家月的一半靈魂 也可以說來自導演 是公平氣氛 現在氣氛不錯 演到大概兩三天之後 我就發現我聽到 因為我跟小任很熟 我就聽到了他說 氣氛好 氣氛好 他在形容我們拍戲的氣氛好 那我就默默地把他這句話 加進了整個角色裡面 唯一給高家月的東西 只有仁志拖 因為那個仁志拖是我自己的 馬來西亞劇組送我 那我想說 那如果是高家月 他從海盜回來 那他應該會穿仁志拖 那個仁志拖就是我平常 上戲下戲 我就直接穿回家 吳康仁也分享導演 每天都會跟他聊角色的 心情狀態 並且給足空間發揮 在原來劇本的骨架上 讓吳康仁在自己長熟肉 甚至在告別式的那場戲 其實都不是沾照腳本 小任就會說 也許是不是用你拍到現在的理解 我們把我們現在拍下來的故事 你看到了什麼 你感受到了什麼 我們就變成那樣的台詞 那我說那你讓我想想 然後我講著講著之後 他就開始哭 然後我也在哭 然後哭一哭 我就知道其實 他會希望我不要在演的時候 再哭成這樣 吳康仁還很感謝父母喜翔 與楊歸妹一對戲 就建立了高家月的厚度與穩度 原本爸爸是對高家月很壞的 很兇的 因為恨鐵不成鋼 但是其實我們第一次對戲以後 反而喜翔哥 是用一種溫柔的方式對待我 比如說 酒醉的時候醒來的那場戲 其實原本的劇本 他是臭罵我 但其實他變成是一個 安安靜靜三更半夜 在那邊盯著自己兒子 你喝了那麼多酒 你自喜了沒 你有沒有被自己的 嘔吐 然後他就這樣盯著我 結果我發現 原來跟哥哥姐姐演戲 這也是我原本接有生之年 最大的一個收穫跟原因吧 沒有職人勾心鬥角或刀槍神鬼 一個看似簡單的家庭故事 卻讓吳康仁數度表示 從一以來最開心 在2016年以一把輕奪金鐘勢地 今年再評有生之年 第七度入圍 戲劇節目難助教將 還是要我幫你掛號 怎麼看你都已經死透了 不同於有生之年的情感流動 不良嘴唸清廚師 則以漫畫感的拍攝手法 巧妙包裝詩親妒忌等生成議題 演出神經大條 不良少年蒲藝勇的曾經華 也是首次嘗試喜劇 劇中擁有奇特能力 可以和執念化成的怪物溝通 曾經華許多場次都得在綠幕前面演出 幻想身邊有各種不同形體 抓出走位和眼神注視的方向 還好我從我出道的第一部作品 其實就有非常多的特效 對 那從那時候就開始 在磨練想像力這一塊 幫助我很多可以在綠幕前的表演 類似這種CG的拍攝方式 其實也是一種磨練 就讓自己有更多的東西 可以去表現出來 我好像知道要寫什麼 有想像力還不夠 因應角色設定 曾經華苦練兩個月毛筆字 最後劇中優美字跡 百分之九十都是出自他本人之手 非常需要專注度的技能 所以一開始練當然 我會覺得寫到有點迷法 都在寫同一個字 寫一個字就要寫好幾張字 可是到後面當開拍的時候 也因為這個角色 所以讓我對書法這件事情 有新的解讀 看自己的心情跟一個狀態 去決定說你要寫出來自己 長成什麼樣子 曾以返校入圍金馬獎新人 在演活客在你心底的名字爆紅 曾經華持續尋求角色突破 出道五年要首戰金鐘勢地 但這一仗不好打 它是新鮮的青花椒 味道清新優雅 帶有一點淡淡的檸檬香氣 將美食與景肥動作結合 傅莫柏在美食物間 單綱警局破案王朱波 橫衝直撞又愛吃 要把形容美食的台詞說得生動 讓他大呼好難 霹靂一滴 一點調整控制你 很想很想 而且你也不知道用什麼 實惠去調整 然後你講的時候又是面對著他們 他們就用一種 是崇拜的眼神 表面崇拜 你私底下看我怎麼講錯的眼神 很容易講錯 因為邊講要邊幹嘛幹嘛 要吃的讓人食指大動 還有許多打戲要奮鬥 也讓曾多金鐘獎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 男主角獎的傅孟博 第二度角逐戲劇節目 男主角 遊望在成為新手爸爸的喜悅之後 上台敲鐘拼雙戲 醫生把寶寶抱起來的那一刻 聽到哭聲的時候 那個眼淚就掉下來了 先不管運氣會不會特別好 但心情確實是特別好 那我覺得保持良好的心情 所有的事情都會是好事情 因為那天要從月子中心出發 這也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 綜合演藝圈30年的科術員 在女兒大人加個Line 腰身綜合江湖的黑道大哥 Line打 把這位豪情爸爸Line能達 想認清寵想天倫的內心轉折 全是得絲絲入扣 也要力爭男主角講座 我有特別在這個語氣上面的轉換 還有活態與之間的比例 還有我身體的一些節奏 跟放鬆的程度 我有一些我自己的研究的方法 因為他是一個很霸道 凶的人 但有時候這個東西 在喜劇跟現實當中 就會有點難以為他 你不用替他爸覺得委屈了 我已經很幸福了啦 劇中與兩個女兒 從疏離到破壁 可屬原自己現實生活 也是兩個孩子的爸 完全理解角色心裡的愧疚和遺憾 拍攝時真情流露打動許多觀眾 只是金鐘師弟講座 能不能留在台灣 還得迎戰來勢洶洶的港星 柳俊謙 你口罩拿上我 我都已經去壞了 在此時此刻化身單純憨直的 聽障外送員陳俊斌 柳俊謙細心觀察 並理解聽障人士的生活 好像有一個 他真的是聽障的朋友 然後他會說 謝謝你幫我 將我平常的故事講出來 說中文也是一大挑戰 劉俊謙坦言 他平時在香港準備十分鐘的戲 在台灣可能需要兩到三天 認真付出也大獲好評 繼二零二一年一定幻愛 獲得金馬獎和香港金香獎 最佳新演員雙料提名 現在也要力爭金鐘獎勢帝 上演老將新秀 五雄爭霸 而這次金鐘五九特別貢獻獎的得主之一 是七十六歲的梁修生 他曾經拿過一次金鐘勢帝 眼而優則導 並三度入圍金鐘獎的最佳導演 他在接受TVBS專訪的時候也透露 影視產業是他的一生最愛 從來沒有想過要退休 特別貢獻獎 真的我覺得 好像可以光中藥主了 對不對 感動我一路走來 這一趟雖然走得很辛苦 有的時候很坎坷 可是覺得走得還是值得 覺得我之前的貢獻最有成果的 就是我有這兩個那麼棒的兒子 像說自己最有貢獻的 就是兩個繼承他一波 一起在演藝圈打拼了兒子梁惡群 梁振群 榮獲本屆金鐘獎 特別貢獻獎的梁修生 在兒子的陪伴下一同受訪 在屏東的眷村長大 曾當過林場管理員 1970年加入中視當演員 1977年在電影剪橋音樂傳中 飾演高智航將軍 而得到民族英雄的封號 2003年更以電視劇佳的父親角色 拿下金鐘勢力 受苦受難的角色的不同的戲 對裡面的 這個是我其實拍古裝很難得 這個是當時也算是一個大製作的戲 叫《無治天書》 這個是當年的007電影裡面 那個大鋼牙 他的重金把他請來 給我們一起演這個《無治天書》 其實我有的時候很得意地 跟兩個兒子講 我說你看看 你爸爸真的是有這個君臣之相 我到現在為止 我演過兩次《皇帝》 我是大製作不是小製作 我演過兩次總統 所以那更演將軍 已經演過很多次的將軍了 大概平民老百姓的角色 都不會降臨在我身上 很可惜 其實我都很想犯夫走足 翻著當年一張張珍貴的照片 回憶湧上心頭 梁修生演而優則導 而自四歲後轉任導演 先後與聚焦台灣眷屬文化與變遷的 再見中貞二村 與對東南亞來台的新移民配偶 表達多元文化關懷的 別再叫我外籍新娘 她是被你們從越南騙到台灣的受害者 我覺得會想盡辦法幫助她回越南 還有描述 因病將不久於人世的母親 想在走完人生最後一段旅程前 完成家人與自己心願的長假 三度入圍金鐘獎最佳導演 她那個軍交片民主英雄的這個形象 生之人心 路上有很多人看到我就說 她為什麼去這個志願意簽下去 都是因為爸爸的關係 到後來爸爸擔任這個導演的工作 那她拍攝的一些劇集 可能都是一些特殊的題材 一些社會的議題 一些弱勢團體的一些議題 那也這個為社會發聲 這一次爸爸可以獲得這個最佳貢獻 特別貢獻獎 那我也是內局不必慶 那我覺得真的是實至名歸 從他身上學到 我覺得最大的是一種工作態度跟精神 因為我覺得這個行業其實 是真的很辛苦 是辛苦到很容易會讓你想要放棄的 但我爸就是在倒戲的時候 在排戲的時候 他只要一旦接了這個工作 他就會把它做到底 很多時候像他這樣子的堅持 我自己覺得我是做不到的 個性上 但當我有時候撐不下去 就想到說連我自己 年紀稍長的爸爸 都可以這樣子堅持了 我怎麼做不到呢 但梁修山對作品的堅持和要求 讓他被貼上了眼力的標籤 有時候我們拍戲的時候 可能遇到一些比較資深的演員 他們都會來跟我說 以前那個你爸爸的什麼戲 他是導演 我們也在一起拍攝 共同演出這樣 你爸爸那個時候對我 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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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只是 然後當然一些細節不能講 當然都是一些血和淚的故事 然後我都跟他們講說 你們真的辛苦 對 我通常都是先道歉 對 通常講說我跟你爸合作過 然後我以前說不好意思 對不起 真的很辛苦 其實我沒那麼恐怖 我也沒那麼可怕 我在聽到他們講這個血和淚 我真的我認為可能我過於認真 我對人家有任何的要求 是我絕對做得到的 我像剛剛講的 我很早我五點我就出門了 我大概每天最後一個睡覺 就劇組裡面 最後睡覺可能是我 第一個起來說不定也是我 那我想跟我合作過的人 應該大家一口同聲都會有一句 就是收工以後 我是非常慈祥和淚的 強調自己上工和收工後 絕對是判若兩人 今年76歲的梁修生 不但沒有因為歲月流逝 消磨掉對影視工作的熱情 反而更加確定 這是他終其一生的最愛與志業 我沒有想退休的原因是 我從這個磨磨董董 變成演員 然後一路走來幾十年 我發覺我喜歡做的 愛做的 會做的 好像也只有這一行 到現在我去看電影 我可以去看 可以連續看兩場三場 只要彈戲 我就眼睛就亮了 我還希望有點貢獻 貢獻什麼呢 年輕的朋友 你們不管是製作戲 或者導戲 或是什麼 你們可以來找我 我願意無條件的 跟你們分享我的經驗 入行超過五十四年 梁修生期盼能貢獻所學 發揮自身影響力 而本屆金鐘獎的另一位 特別貢獻獎得主是已故攝影師黃伯雄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一號 台灣劇組在苗栗南莊的神仙谷 拍攝戲劇出勇時 為協助救援另一位滑落溪谷的王姓收音師 自己也墜落深潭 不幸身亡 由於現場沒有設置安全設施 兩人身上也沒有穿戴保護裝備 意外發生後 引發台灣影視圈 對勞動環境和公安意識的相關討論 黃伯雄一九八四年生 十五歲就入行當攝影 從新聞攝影轉到拍電影 曾扛著三十公斤重的攝影機穩定器 長達八分四十秒一鏡到底拍攝 在業界打響名聲 擅長 車拍 舞打等各式機會 2015年到香港拍攝電影美工和行動 並學習香港的動作攝影技術 事後將所學帶回台灣 無私分享 帶給台灣劇組更加商業化的拍攝手法 也曾參與怒火 鴻海行動 宿命道 美食無間等影視作品 活躍於台港錄三地 他在拍攝現場 總是能帶動大家的氣氛 並不利於指導鼓勵他人 成為劇組的強心針 遺憾為了救人 年僅三十七歲便不幸離世 但他的精神和對業界的貢獻 都會跟著作品一起留在觀眾心中 再來看金鐘綜藝主持人 蔣入圍名單被稱為是死亡之組 本土天王吳宗憲在發威 憑藉著小明星大跟班還有綜藝大熱門 角逐變成了自己打自己 還要迎戰曾國成全新出發的女王大人 超級夜總會的 蹦恰恰 許少順跟苗可麗 以及主持天后小S的小姐布希蒂 大跳應援舞喜悅全寫在臉上 曾國成漢巴鈺以女王大人 入圍金鐘獎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前身一代女王當初面臨收台 轉戰他平也從深夜十一點 改到晚上八點播出 緊急將節目調性 從情感面轉為資訊分享 讓主持大哥曾國成坦言 曾有過擔憂 曾國成直言 原來觀眾可能勝不到三分之一 但他們很努力在保有節目精神與創新中 找到平衡並且開發新受眾 過去曾以一代女王兩度入圍金鐘 今年三度敲關卻遇上死亡之組 強敵之一就是出動大型舞台車 走訪全國鄉鎮的老字號節目 超級夜總會 睽違十年在平橋中 兒子想回去媽媽硬要看 就下大雨 媽媽把兒子用那個雨衣包了三層 放在桌上 兒子在桌上睡覺 我就說這什麼畫面太感人了 新加坡的觀眾 他說他們家我們這個節目 是讓他們家團聚的一天 我們主持節目可能就是讓大家很開心 就是笑幾眼就好了 已經不是在做節目了 對 是在做功德了 超級夜總會 由彭佳佳擔當總導演 苗可麗負責穿針影線 徐孝順幽默搞笑 分工默契實俗 搭檔快十年 從未吵過架 特別是以獲事後肯定苗可麗 今年首度以主持身份入圍金鐘獎 碰上主持天后小S 攜手派翠克 以小姐不吸地角逐 我每一次大概都是晚上10點半到11點間 錄影的前一天才會收到五集的腳本 當我看完腳本可能已經12點一點 我的習慣就是去查每一個人 比如說我這個人真的比較不熟悉 我去打他的名字在Google 或是我去看他的現實動態 搞不好他昨天只是吃完牛肉麵 我都可以在節目上講出來 他會覺得說有人知道我昨天做什麼 當然這些人基本的資料做的作品 這個一定要首席以外 我更注重的是他自己的生活是什麼 做足來賓功課 包括自備每一集的主持服裝 從內到外都可見派翠克的用心 他也感謝小S給恆大空間表現 像是賦予開場的重責大任 一手包辦各種記憶點十足的開場白 我覺得不會在開場前 告訴姐我要做什麼事情 反正他也沒有告訴我他要幹嘛 那我們就開場我們再來看吧 然後所以才會有那個時候就是 哇有些人逃避經營 他逃經營了 當然就是我覺得 這是我有意外的一個笑點 畢竟台灣人就是 沒辦法放棄諧音梗 我覺得這也蠻打破 可能姐一直以來的思維的 我就會灌輸她很多 我們現在這個年輕人 這個時代的一個用語 或者是一些比較跳動的思維 還好姐也很跳動 反正我怎麼講 她講別的 我有時候也接不了 接不了話也不怕 派翠克說小S告訴他 冷場有時也是一種幽默 跟在綜藝天后身邊不斷吸收 加上時不時神來一筆的模仿秀 已讓節目畫龍點睛 曾有粉絲私訊感謝派翠克 讓憂鬱症的她 重新擁有生活動力 雖然很常給人的感覺就是 因為畢竟是搞笑 嬉皮笑臉啊 不震驚啊 可是我們是真的希望大家開心 然後有收到這樣子的反饋 我真的覺得好感動 主持三年獲得很多 不過派翠克能不能跟著小S一舉敲鐘 還得過本土天王這一關 吳宗憲今年再發威 與女兒無山如瓶小明星大跟班 要三搶綜藝主持人獎 還要帶領露露和陳漢店 以綜藝大任門力拼連莊 形成自己打自己的局面 一起問她怎麼辦好不好 一二三 長江後浪也很狂 露露今年除了角逐綜藝主持人獎 還以山裡來的熊孩子 雙料征戰意志級實境節目主持人獎 透過於土宗康 任榮軒 國國和夏浦陽 共同規劃幼兒夏令營 讓已經連續兩年拿下主持人獎的露露 勇望三連莊 像啦啦她很緊張要開學 她前一天都還要跟我視訊一個小時 我覺得這就是最開心的事情 因為我們不只是錄一個節目 她們真的變我的弟弟妹妹 畢竟四五歲的小朋友 其實認知能力沒有到這麼的好 看歌啊就會特別的 就她真的很懂 她就拉我過來說 放輕鬆不要急 順著小朋友走就好 首次掛主持身分的夏浦陽也透露 其實錄製節目當下 無論開機與否 她都會陪在孩子們身邊建立信任 全新投入才能成就螢幕前的真實與好玩 憑藉我們這一攤出道四十年 首次入圍金鐘獎的王彩華也很有感 把台灣最好的這個藝術文化 讓更多人知道 每一位攤商他們有多辛苦 他們為了要養一個家庭呢 付出了多少的勞力或者是看天吃飯 那個酸甜苦辣我們都去嘗試到 這個節目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要特別感謝彩華姐跟雨薇哥 王彩華呼籲為夏和熙共同主持我們這一攤 一集一個多小時要花三天錄製 寒冷或酷熱都經歷過 入圍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也難怪王彩華直呼 哭了兩輪 要同場角逐的上山下海過一夜之擊倒台灣 恐怕也是心有氣氣焉 在野外真的很多事情是你沒有辦法說的 譬如說天氣 好幾次有去爬到山頂的時候 然後因為大雷雨必須要整個撤退 然後很有可能撤退的時候原本路不見 全部都已經被水給淹沒 很常就是凌晨兩三點要拍日出 然後拍完日出之後要接著一整天的行程 就有時候一次出去都是五天起跳 那五天都是這樣不眠不休的 巴蒂肖志偉與主持夥伴們 雷艾美黃仕傑型男主廚Max 見過許多美景經歷許多冒險 也培養出革命情感 就盼新手爸爸的幸運能延續到頒獎台上 同樣辛苦外景獲得入圍鼓勵 還有在駭營業中合力完成出餐任務的 姚元昊 郭洪志 吳應傑 以及張立東 莎莎 浩子 比如說我們上山好了阿里山 一大早到一點半我們就要起床了 然後因為那時候是夏天 節目都沒有透露說我們到底要去哪裡 結果早上起來大概六到八度左右 每個人這樣 然後騎摩托車去送餐 覺得真的是蠻辛苦的 但是說真的啦 入圍就是肯定想得獎 就是要得獎 我要跟這些辛苦的夥伴們一起上台得獎 錄節目我們以前的觀念都是覺得 就是佩佩戀亮亮進去佩佩戀亮出來 但那個進去都是佩佩戀亮進去 然後大概十分鐘後就爛掉了這樣 然後就覺得辛苦的不只是 我覺得大家看到目前的這些人 我覺得幕後辛苦的人更多更多 恰恰說得知入圍 團隊哭得比他們還慘 大火齊心把節目做到最好的精神 也展現在餘神性領軍的奇霸哈林小隊 包括補學亮 彭小刀 柯友倫 張庭湖和周雨天 橫跨三個世代的男星 共同揮旱完成十八天一千兩百公里的單車環島旅程 就看插旗路能不能再延伸到金鐘頒獎台 再來看本屆金鐘迷你聚集男主角獎之爭 有第一次入圍的賀君祥以及張耀仁 他們要對上曾經得過金鐘勢帝的老細谷夏淨廷 還有挑戰第四座金鐘獎的李明順 特別的是他的弟弟李明忠 這次也入圍李家兄弟相爭 參與本案的前後 有沒有私下跟被告的船公司 或者是仲傑公司的相關人員聯繫來往 呃 您是老經驗的 您應該知道拒絕後是要負偉真罪的責任 飾演阿美族公社辯護人 在法庭上發現通意有可疑之處 犀利提問 也身有三座金鐘勢帝的新加坡演員李明順 本屆在以八尺門的辯護人問頂迷你聚集電視 電影的男主角獎 都被去了解 導演是想確定我所有阿美族語 到時候列出來給老師聽一下 哪一些不準的我們要重配 結果老師配了兩句 其他都不用了可以了 那個是我最開心的一次 我就一直很不相信老師真的嗎 真的嗎不用再配嗎 不用不用可以都可以了 可以了很像很準 那時候我就很開心 那個我覺得是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 除了語言的挑戰外 更得消化監測的法條與各式議題難度不小 而特別的是 今年他還將與親弟弟李明中 在同個獎項上交手 他沒有試過跟我哥一起合作拍一部劇 就一起入圍同一個獎項 我覺得那種感覺也是蠻特別的 然後我覺得是就是 感覺好像要珍惜這一屆的那個氛圍 因為不知道接下來會不會有再有這樣的機會 在電視電影夜盲裡 以全台語演出一位患有夜盲症的古籍修復師 與陶家少年阿川有另類傅子琴 也在相處過程中揭開了內心深處 對於妻女意外離世 自己獨活的傷痛自責 我記得有一場戲 戲裡面有一場戲 就是我跟小朋友在打鬧的那一場 然後導演在該咖的時候他沒有咖 他讓我跟小朋友繼續演下去 但是台詞已經講完了 但我這個角色就很主動的要去 一直跟他互動 然後我就自由發揮講了子劇什麼的 咖了之後 他們說你的馬來語 你們馬來西亞的福建話好像出來了 以超過三十年 沒講台語的李明中 在語調和口音上下足功夫 加上情緒還不能跑掉 十分考驗演技 但幸好有美術設計底子的他 對於飾演古籍修復師 拿毛筆畫畫這類動作 倒是假情就熟 也讓整體演出更加傳神 將二度挑戰金鐘失敵 沒有得 然後台北電影集也沒有得 想說這一次應該如果入圍的話 也希望想得一下 結果遇到他了就很難 覺得 什麼很難啊 沒有 結果就遇到我哥了 對 覺得也不錯 這種感覺很好 重要全部是看評審好嗎 兩個一起上來個雙簧雙簧 但要把講座留在李家也沒那麼容易 以話題人氣兼具得不夠善良的我們 首度入圍金鐘獎的賀軍翔 一改過去花美男的角色形象 替平頭染白髮 怎麼樣 我是何瑞芝 經理幫你分到我這一組 組長好 搶過來啊 你也鬧了 你很愛他很多 他的魅力應該是 他是一個有肩膀有責任的一個男人 怎麼辦 導演幾乎每一場戲 其實都是非常講究內心 跟很細膩的部分 我的角色的話可能需要 有的時候沒有太多的台詞 可是又要用眼神傳達出 導演想要傳達的訊息 我覺得這是滿困難的地方 周璇在飾演他人生最愛的徐衛銘 還願意為他付出一切的靈衣成間 有許多揪心又複雜的情緒 客服壓力交出了漂亮的成績 又內斂的演技 呈現出男人在面對家庭職場和感情上 可能碰到了困境 另外同樣是首度或金鐘市地提名 鹽水大飯店的張耀仁 則是以因熱心參與社運活動入獄 在自由和政治理想中奮力掙扎的小人物角色 獲得評審青睞 歡迎來到鹽水大飯店 這是飯 這是鹽水 最少要讓觀眾一看到就相信 文青真的在監獄裡面 不管是被虐待也好 就真的是那個狀態 所以那陣子就是很嚴格的控制自己的飲食 我們每一餐都有便當 那如果你不吃就會退餐費 我還記得後來餐費退了兩千多塊 嚴重八公斤並曬黑 是他為了讓外型更有說服力所做的準備 但在演技上 導演卻希望他別準備太多 這一次導演會很希望帶我到現場 叫我去感受田野裡面的風 感受當天的氣溫 那我覺得這其實真的給我很大 很具體很直接的這種刺激跟幫助 對 人家說也許很動物性的這種 對 那其實我們現在看到戲裡面很多 好比說講比較具體 例如說哭戲的片段 其實有一些在劇本上都沒有說要哭 可是因為在那個當下 不管是難過也好 感動也好 有時候是那種很複雜的東西 甚至是整個空間 帶給你的刺激 當時在拍那個戲的時候 第一顆鏡頭就卡住 因為我就眼淚就掉下來 後來戲播完之後遇到剪接 他就特別跟我講 他那顆鏡頭很感動 他說他在剪接室就看到哭 就是身為演員這個工作 對我來說最有價值 然後也最深刻的地方 雖然觀眾看不到 可是我覺得那個東西都在我心裡 演員總是在每一次的反饋中獲得成就感 曾拿過一次金鐘勢地的老細骨夏淨廷 也很能體會這種感受 在客語劇唱歌給你聽中演出一個不服輸 勇敢面對生活挫折的父親 從年輕時意氣風發到老年罹患肺癌 臨終前的虛弱病容 夏淨廷可以拿下假牙 讓嘴巴周圍呈現凹陷的狀態 在外人看來的敬業犧牲 對演員來說 卻都只是他們更貼近角色 替演出加分的本分 五位傑出的男演員 不忘在表演上的初心 持續交出精彩作品感動觀眾 而在迷你劇集女主角獎的部分 是由雷佳娜對上楊富江 還有資深影后楊貴妹 另外在不夠善良的我們當中 飾演情敵的林依辰跟徐瑋寧 這一次也是雙雙獲得提名 要從戲裡站到戲外 不只是同天生日撞身 甚至還和徐瑋寧的角色 愛上了同一個男人 林依辰在不夠善良的我們裡 飾演了簡慶芬 是個能讀懂周遭空氣 會察言觀色又勇敢追愛的女子 雖然最終如她所願成功讀愛 但心裡有某處 卻始終覺得不痛快 要是繼續做單身 就算你們怕會誤會 萬一害我叫你掉怎麼辦 那就加給我好了 導演他不停地在提醒我 這兩個女人 不管是十二年前 十二年後 有沒有碰到面 他們都在暗自教練 然後他會提醒我 氣場不能輸 氣場不能輸 因為導演的這樣的提醒 就有了較勁的意味以後 那個表演的質地 那感覺就不一樣了 橫跨十二年的心境 個性轉變 從充滿活力的上班族 變成看似家庭圓滿 但活在妒忌中的母親 懷疑和不安全感 幾乎將她給吞噬 林依辰的心理詮釋 讓她以角色奪向福山影展的 亞洲內容大獎事後 同時也入圍本屆金鐘獎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的最佳女主角 有機會拿下她的第三座 金鐘獅候講座 而和戲中情敵 許惟寧的較勁 也將延續到頒獎片比上 她是很笨拙的 在表達愛這件事情上面 到底要當一個 這麼直接的伴侶 還是當一個就是很善解人意 然後大家都喜歡她 我們身邊都有這樣子的 對比的人出現 你會很心疼這個角色 因為覺得 到底是不夠勇敢而退讓 還是她太想要掌控事情 而選擇放棄 然後做好就會有人看到了吧 我做好了就會愛我了吧 我只是不喜歡甜言蜜語 不喜歡討好八戒 我只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薛妮飾演的Rebecca 個性叛逆自卑 不討長輩喜歡 年近40 活成的一個事業女強人 獨立堅強 都只是保護色 尤其劇情後段 因為離愛化療 她簡訊留了多年的長髮 憔悴病容 讓人心疼 你就是想要親眼看見我死 你才安心 什麼有話要跟我說 根本就是想知道 何瑞茲有沒有法庇 去年才以她和她的她 在這個獎項封厚 許惟妮挑戰產聯互作 另外本屆在戲劇與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 雙料入圍的楊貴妹 則以暗潮的喪子母親角色 被金鐘評審看見 拿獎其實是這樣 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機會跟運氣 然後我也覺得 每一次就是每一個人得獎 其實都是因為那一題 她得了高分而已 不是每一題她都會得高分 所以就是平常先去看待她 但是因為我已經 有過一次雙料的經驗了 所以我這一次就是比較 比較意境 比較不在 有差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這邊簽個名就可以了 演活了一個為了找出 兒子溺斃意外原因 四處奔走了心碎母親 戲裡有各種不同層次的哭 我通常拍戲沒有因為 特別去想 特別去想說 我這個要怎麼哭 那個要怎麼哭 其實每一個戲 它都有一個劇情吧 劇情走到哪裡的時候 你該心痛的 你就要心痛嘛 對不對 然後孩子走了 懷胎十個月 你難道不心痛嗎 你為他付出這麼多了 然後你保護他 就這麼巧 就這麼巧 你弟弟出事的時候 你就在那裡買衣服 對 為什麼這麼巧 尤其和飾演妓女的 汪玉平堅 從懷疑到破冰 心理的糾結和情緒的轉折 也讓人看得十分過癮 同樣讓觀眾露氣的 還有雷家瑞在八尺門的 編護人裡演出的外籍移工角色 莉娜 我帶頭巾 讓你 奇怪 不會啊 當然不會 首先我在裡面不只講 印尼文 我還講了爪哇文 講了阿拉伯文 我覺得另外一點最大的困難 但對我來說也最特別的是 就是要講印尼式的中文 對 因為我覺得這不是我平常接觸到的語言 然後也不是 那麼快可以 就是在短期間就學會的 然後我覺得 我做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去了台北車站 我很感謝就是一群 不認識的陌生人 願意幫我 就是跟他們交換通訊軟體 然後就是有晚上就會訊息 然後就用語音的去學習他們的腔調 我記得我從開拍前兩三個禮拜開始 然後到殺青結束 我每天早上晚上會做禮拜 就是我將這個東西 融入到我的生活裡面 我做著做著 其實我的心也慢慢的變了 就是有一種在做的時候會覺得 就是那個當下是很專注很神聖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 因為我聽不懂阿拉伯文 雖然我知道它是像阿拉禱告 但是我不知道實際的內容是什麼 可是對我來說 當下我覺得有一種神奇的地方 去幫助我 可以更快見到Mina的內心 雷家瑞全然化學的角色 不少人以為她真的是印尼人 今年24歲 第一次演電視劇就入圍 當時在聽名單的時候 其實心裡很緊張 然後當下聽到自己停止 我也是狂尖叫 就是我是一直尖叫的那一種 知道這位當下情緒激動的 還有26歲台越混血女星楊富江 我是你買回來的 現在時間到了 合約沒了 我可以走了嗎 在單位中的嬰兒裡 演出從越南交到台灣 並在情色養生館打工的年輕女子 原本以為人生就這麼過 卻在某次與客人的邂逅之後 重新燃起對愛情的期望 把舅舅買到下班了 沒問題吧 你知道我不忍被抓嗎 越南出生 18歲獨自來台面正大氣管 大學時因為加入電視劇 擔任劇組越南語指導 意外獲得演出機會 並連續三年入圍金鐘獎 從前兩年的女配獎 到今年首度角株後患 楊富江說會牢牢記住 當下的這份感動 繼續努力向前 本屆金鐘獎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的 女主角之爭 從新秀品源到終生態 元氣勢力兼具女星 還有資深國際以後 都用他們精湛的演技 將出了年度代表作業 感謝你收看今天的TVBS娛樂頭條 我是秦林謙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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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